2012年3月 科技人生栏目公开招募体验者 走进科学家的工作与生活 第一批体验者 图书管理员辛惠霞 从北京来到海边渔村 结识了珊瑚专家陈红 他的体验任务 是要同专家一起 在大海里种植珊瑚 我能看见珊瑚了吗 看海菜 他兴奋异常 您看 行吧 看抓鱼 他心惊肉跳 有不下的油 铸鱼排 他倍感艰难 虽然肉挺多的 但是还是割骨头 第一次潜水 他狼狈不堪 我下就差点 又上不来 坐鸡座 充鱼网 他不堪重负 我觉得挺累的 有点想家了 再一次潜水 他信誓旦旦 我希望保免也保证 我这次肯定要当结尾 种植珊瑚的浪漫想法 没想到会这么艰辛难过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还会遇到大些考验 他最终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非常体验之珊瑚梦 下集 科技人生即将播出 在第三天和第四天的体验中 体验者小心 依旧没能看到海底的珊瑚 反而当起了泥瓦工 那个木渣扎我手了 要我手拔出去就行是吗 好的 没事 还好没流血 哎呀 我胳背酸了 老师 我胳背已经酸了 他都在发抖 对打活呀 三下五出二解决了 对呀 我要得干着天黑一些 对呀 做什么都要专业 干了一天体力活 本想好好休息一下 却又顶着烈日冲起了渔瓦 我觉得这个工作真是太危险了 弄得我自己都 我都心里特别紧张 原来科学家的工作 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 那么简单 再加上水土不服 手指肘胀 小心对这一次的体验 产生了动摇 为啥哭啊 我不知道是这种情况啊 你来之前想过这么难吗 没有 第一次潜水失败 小新曾经非常自责 在第二次正式潜水之前 小新信誓旦旦 发下豪言壮语 结果又闹了笑话 我向王爷爷保证 我这次肯定能学会 在上一次浮完潜水的时候 小新也是这样 平衡没有控制好 压翻了船 跌入水中 这次又出现了这种情况 小新第二次潜水 会不会也和第一次一样 狼狈收场呢 2012年3月20日体验第四天 陈鸿选择的地方平均深度不到一米五 是泄湖里水深最浅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小新完全没有了在外海上的那种恐惧 虽然第一次出海潜水 学潜水的时候 又是晕船又吐得稀里哗啦的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放弃学潜水 因为我觉得 我可能跟海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我就是想到海里去 就是想学潜水 那他一定按着我了吗 快了 你那有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按着你潜下去了吗 哎呀 那你骗腿了 哈哈哈哈 这个女孩挺能吃苦啊 不像一个大城市的姑娘那么娇气 挺好的 就是笨了点 是吧 哈哈哈 有态度没技能 成红的细心指导给了小心信心 也给了他胆量 偌大的蟹狐狸 他旁若无人 自由自在 面对重重考验 他能否实现自己的梦想 只要是为了这个生活 明天再让我干多一点体验 非常体验之珊瑚梦下棘 科技人生正在播出 就在陈红为小心的进步感到高兴的时候 小心突然在水里遇到了一个麻烦 潜水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被渔网缠住 如果不是水下摄影师发现其实 小星会遇到什么危险还真不好说 然而小星丝毫没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 他一次又一次地潜入到水下 哎呦好不容易啊 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从海里抓上来的 嗯你看黑压压的 这不是珊瑚的尸骨吗 你看 哎呀 嗯 这不是 这不叫珊瑚啊 我在下边看 我以为就是古宫的沙子呢 没有呢 你看 嗯 像像 这就说明这个地方曾经以前那儿 已经有好多残骨了 像这个树枝一样 对像树枝一样 我来这边都是活了珊瑚的呀 哎 真可惜 对啊 小星这时才知道 自己在水下看到的那些 像沙子一样的东西 原来就是让自己 魂牵梦绕许多天的珊瑚 您刚来那会儿只是这种 珊瑚多啊 有40多种 现在好家伙差不多很少了 还活珊瑚 就是因为 环境的变化 人物的因素导致我们的变化 导致珊瑚全部失败 所以说现在我们做的工作 你看就是那个海上 我们种了很多海菜 种了很多海草 目的就是改良这个水质环境 水质好了 这病状运送就少了 病状运送就少了 珊瑚就这样就长得好 说实话 我今天上午的时候 心里还是有情绪的 因为接连这几天我都挺累的 但是现在 当我看到那些本来是很美的珊瑚 现在变成了这种枯鼠枝一样的东西 我终于理解 陈虎老师做这个事情做几十年 它的意义何在 以前的时候我都觉得陈虎老师做这个 它是为了什么呢 你说是为了赚钱吗 这个能赚多少 现在我知道了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只要是为了这个珊瑚 明天再让我干多一点体力活 也愿意 2012年3月21日 体验第五天 这是小新来到灵水体验的第五天 天气有点阴沉 一大早 陈虹和小新就来到了码头 开始做基座的收尾工作 这一次比前两天多了一下内容 那就是需要把已经做好的五条边打磨一下 再把被水泥遮挡住的膨胀钉打出来 做完这些后面的工序就和原来一样了 忙完基座回到鱼排 陈虹去三亚给氧气瓶充气 闲不住的小心开始在鱼排上闲逛了起来 我今天到了这个地方已经第六天了 这些邻居跟陈虹老师接触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邻居 其实有的人会对陈虹老师所做的事情不是很理解 他们甚至觉得陈虹老师说不有那么点傻 但是陈虹老师他依然执着着自己的信念 依然去为珊瑚做这么多的工作 他真的不是说只是在实验室里而已 真的是到海里面去潜水 去给那些那么大的石斑鱼打针 然后呢真的在工地上在那个地上做一些水泥活 这是我至少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 所有的科学家当中唯一能够做到这些工作的 2012年3月22日体验第六天 终于迎来了放归珊瑚的日子 一大早陈虹就带着小新来到泄湖里采摘珊瑚 准备放归的时候用 同时还要采一部分的水草 种植在放归珊瑚的地方净化水质 经过两次潜水训练的小新 现在在海里游泳非常自主 他甚至可以脱了潜水上衣 不但任何装备潜入海底 我看见一只贝壳 等一下 我要把这个贝壳捡上来 天气有点凉 很快小新有点体力不知了 采摘珊瑚苗的工作 只好由陈虹独自去完成 这就是红珊瑚吗 我看看 这个就是红珊瑚的妹妹 跟电视里的一样 这就是陈虹准备在今天放归的珊瑚苗 学名叫做柳珊瑚 它和红珊瑚是近亲 却没有红珊瑚那么名贵 唯一的优点是生长时间短 珊瑚苗和海草采回来 接下来就要对它们进行处理了 小新一直认为珊瑚是一种植物 直到来到海南 见到陈虹他才知道 原来珊瑚是一种 有水吸体的遗水太久 就会干死 处理干净柳珊瑚 接下来要把海草固定在一个网子上 以便生长 齐巴个人齐心协力 这项工作很快也完成了 他把什么心事装进了瓶子 放进了海底 这里面有我对我未来另一半想要说的话 非常体验之珊瑚梦下集 科技人生正在播出 把水草和珊瑚苗处理好之后 陈虹又带着小新和工人们来到了码头 他们要把做好的基座带回鱼牌 再把珊瑚苗种植到基座上 这样的一个基座重量超过了500千克 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抬起来非常困难 听时脾气很好的陈虹 这一次也忍不住发火了 六个人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一个水泥基座放在推车上 怎么才能再把它放到扶牌上呢 但这个问题却根本难不讨陈虹 再被移到了扶牌上 基座拉回来了 陈虹接着又对珊瑚苗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处理 刚开始培养那会儿这个珊瑚苗有多大呀 比较小 有这么大 比较大一点 一年多有这么大长得这么大 陈虹把柳珊瑚分成若干小节 再用木蝎固定在珊瑚河上 小新在旁边看了一遍 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要力 哇塞 你现在都自己弄了 陈所长呢 这下两区做更重要的工作 陈所长已经教会我怎么剪了 应该怎么剪呀 大概的位置 大概就是流出这么多 然后呢 从这个根部剪 让我看看你的手 使你忙怪 经过几天的接触 陈虹和小新已经熟悉起来 当得知小新还没有男朋友的时候 陈虹还给小新出了个非常浪漫的主意 谢谢 这里面有我对我未来另一半想要说的话 我希望我今天下午在和陈虹老师一块去种珊瑚的时候 把这东西放在瓶子里拴在珊瑚的旁边 然后呢 将来的某一天 我们过来看这个珊瑚长得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珊瑚岛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希望我们还能够定期地过来 两个人一起继续种珊瑚 这样多年以后 希望我们种下的珊瑚变成大的 一大片一大片的珊瑚花园 然后呢 变成陈虹老师所说的 吊带海底森林 到时候把整个海域都能够得到净化 珊瑚苗处理完了 接下来就要把它们移植到基座上 今天这样的天气适合方规象对吗 可是有风啊 有风没关系 不要有太阳 太阳的话还得干得快去三五步 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完已经是傍晚时分 渔船和扶牌出发的时候 天渐渐变暗 等到到达预定海域时 天完全黑了下来 你不要抬那么高 你不要抬太高 你不要抬太高 这时候你抬手 这帮你这么抬击 你们来嘛 抬 推 抬 你看 这样 抬手 好 你放刀刀子 把他划断 三个带着珊瑚的基座 都放进了大海里 陈鸿还有些不放心 决定潜下去看一看 由于夜里潜水危险很大 因此小心只能留在船上了 我下去把他绑起来 拿着 下来 放进来 刚好上去拍到视频路线 来 走点 给我拿着 在水下 陈鸿检查了基座的摆放情况 还拍摄了一段视频 要拿到船上给小心看 以前不安全 现在就拿绳子挂了 这绳子卡住了 以前最不安全的呀 那像您以前放珊瑚都是什么时候啊 那是白天中午放啊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晚呢 不过晚上放到一个好处 珊瑚通过率高 为什么呀 白天上午太阳一晒 那个中发了快上午 那个搞不好就叫死街珊瑚 就很小心才行 晚上的话那个太阳晒不到 这是陈鸿拍摄的水下视频 红色的柳珊瑚在夜晚的海水中摇曳多姿 这是2012年陈鸿第一次放归珊瑚 也是它迄今为止第15次把人工培育的珊瑚放归海底 那你如果按照国际流行观点 气候变暖 反正全是珊瑚死亡了 你干啥干什么 对不对 到了我们发现 no 不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 详情过来 大家来这里工作 我们要做东西给大家看 上午是可以培养起来的 通过人工的繁殖 选择一个适合的海域 通过我们的一点一点努力 上午一块块头发 还找一块块栽培 最后形成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就像一个野生动物园一样 就非常漂亮 这既是晨红的珊瑚梦 也是小新这几天辛苦的成果 不远万里来到这里 小新觉得受的一切苦和泪都非常值得 小新觉得全所长这野生怎么样了 浪漫吗 没有想象中浪漫 或者说它是浪漫的 但是在浪漫之前 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幸福 才能够取得那一点浪漫 你看像不漂亮 没有 放归结束后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陈宏小新以及工人们 来到码头附近的大排档 陈宏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好酒 准备庆祝一下 这次我们北京固年小新 到我们三亚来 到我林水来 体验我们的三国生活 我们很欢迎 这段时间也辛苦了 没有 没有 我不辛苦 陈老师还有几位师傅都可能辛苦 今天一天干了那么多活 那个 我还想说呢 这几天大家都挺照顾我的 我今天呢 我就先敬大家一杯吧 几杯酒下肚 刚开始还有点拘谨的工人们 逐渐放松了下来 一位来自五指山的工人 还给小新唱起了家乡的歌曲 第一次感受这种氛围 小新也受到了感染 几天来的情绪堆积 让他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我先唱一下这首歌 一树红花照碧海 一团火焰出水来 从三月十七日到三月二十二日 整整六天的时间里 图书管理员兴会侠 走进珊瑚保护专家陈红 从第一次上鱼排 第一次潜水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珊瑚 每一个第一次都带给小新 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也让他更加真切地了解到 一个科学家和他所从事的事业 我在来之前一直就在想一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让陈红老师这样研究珊瑚十几二十年 是他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很崇高的地位 还是说带给了他非常巨大的经济效益 来了之后 陈红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海南领水的珊瑚好了 全中国的珊瑚也就好了 全中国的珊瑚好了 那全世界的珊瑚也就好了 珊瑚好了 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海洋生态系统 而且我们现在对于珊瑚的过度破坏 其实是一种债 而这份债是需要我们后代的子孙来偿还的 听到这些话 我就觉得陈红老师是一个大胸怀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 做东西就是一个独行课一样 这种东西不是说常常理解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珊瑚大胸怡死亡的原因 大家都没有这种认识 如果大家有这种认识的时候 有一个很强的环保概念 可能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所以这种死亡 也更显出我们的工作的意义 体验任务虽然结束了 但是陈红还在为建设珊瑚公园的梦想努力着 而回到北京的小新 将会结合自己的经历 把一个关于珊瑚梦想的故事 讲给孩子们听 他们是痴迷于野外调查的黄金搭档 25年走遍云南的山山水水 他是一位作家 23年笔庚40多部作品 言情与作家和纯朴的昆虫观家 相距深山峡谷 将会碰撞出一段怎样的惊险旅程 非常体验之探秘蝴蝶谷 科技人生下期播出